我觉得三个在新加坡工作辛苦的地方 嗨我是Wendy 那这一集的内容呢 我会分享有关于 三个我在台湾幼儿园工作 觉得辛苦的地方 还有三个我在新加坡幼儿园工作 我觉得辛苦的地方 我是从台湾随末来新加坡 当幼儿教老师的Wendy 那这个频道呢 是分享有关于 新加坡幼儿教 还有我在新加坡生活的大小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会有朋友问我说 觉得在台湾幼儿教工作 还有来新加坡幼儿园工作 到底哪个辛苦 哪个比较好呢 那我有录两支影片 上一集呢我有录三个我觉得在新加坡工作不错的地方 还有三个我觉得在台湾幼儿教工作不错的地方 那这一集呢我就会分享 我觉得三个在台湾幼儿教我觉得辛苦工作的地方 还有三个我在新加坡工作让我觉得辛苦的地方 好接下来呢我要来先说新加坡的 就是我在新加坡幼儿园工作呢 我觉得三个比较辛苦的地方呢 就是教爱跟文书聊 新加坡有很多幼儿园 然后有很多幼儿园的教学方式是不一样 比如说有人走主题啊或者是方案啊 但是我们学校呢 我现在在的这间幼儿园呢是走坛90的 就是完全没有课程内容 然后没有大纲可以去follow的 老师必须要依照观察小朋友的兴趣 然后去观察他们喜欢什么 然后去写教案 就是每一个上课的活动啊 内容都是老师要自己想 从音乐啊 然后从体育啊 还有从早上的团讨啊 下午的团讨啊 就是每个礼拜的都会有weekly planner 就是每个礼拜都要写分周计划这样子 然后是由老师不同的new去写 那每个月呢会定期的开会 校长会跟你开会说 这个月小朋友的兴趣是什么 然后你们观察到什么啊 然后我们再去通诊你什么 飞大方向这样子 所以在课程内容上面的规划呢 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然后有时候真的要绞尽老师的去想 那这一部分是我觉得 跟台湾比起来 需要花比较多时间的地方 还有文书量 就是这边的文书量 paperwall 跟台湾比起来是比较多的 会有算每个月更新 还有就是一个学期结束 time就是会有一个总结报告 就是每个小朋友都是要去写的 比如说你在什么领域 什么角落观察到小朋友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动作 就是要打出来 就是在新加坡的paperwall 文书量是比在台湾的文书量更多的 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在新加坡幼儿园工作 比较花时间的地方 第二点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 新加坡他们上幼儿园的年纪很早 所以你可能带新加坡小班的话呢 年纪就会偏小 台湾幼儿园来说 最小的幼儿园的年龄层是幼幼班 那幼儿园是两到三岁 可是在新加坡最小最小 是18个月到两岁 就是他们有些还不太会说话 然后走路还不会很稳 就是有时候走走还会滑倒啊 所以如果你来新加坡工作 你带到PN的话 就是台湾说的幼幼班的话 是18个月到两岁 年龄层是偏小 那他们治理能力没有很好 比台湾比起来就会比较辛苦 这样子 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在新加坡工作 跟台湾比起来比较辛苦的地方 就是他们很小就上学 好那在这里呢 顺便说一下 台湾幼儿园的年龄层分层 跟新加坡幼儿园年龄层的分层 是不一样的 在台湾呢 如果是幼儿园会分四种年龄层嘛 一个是幼幼班 幼幼班是两到三岁 再来幼幼班完就换小班 小班就是三到四岁 中班呢就是四到五岁 再来最大的班级就是大班 大班就是五到六岁这样子 就是分四个年龄层 可是如果在新加坡的幼儿园呢 是分 infin care不算 就是baby真的baby出来的 因为有些学校会有infin care 就是这个婴儿班 婴儿班超baby的 就是可能零岁到18个月 就可以送婴儿分了 我们分五个年龄层 第一个呢是pn幼儿班 就是18个月到两岁 pn班最小的阶段是18个月到两岁 然后再来是n1 n1就是两到三岁 然后还有n2 n2就是三到四岁 再来就是k1 k1是四到五岁 然后最大最大的是k2 k2就是五到六岁 对就是最大最大都是五到六岁 这个阶段 可是小的话呢 新加坡是多分一个出来 就是更小的年龄层 48个月到两岁 好那我会把截图呢放在这边 如果你们想看呢 可以看一下截图 这是第二点 我觉得在新加坡幼儿园工作 比较辛苦的地方 就是年龄层比较小 第三个就是他们要冲凉 还有换衣服 不管你在新加坡幼儿园的 哪个年纪呢 哪个年龄层呢 都是需要帮他们中午shower 就是换衣服 k1 k2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冲凉 只要帮他们打湿毛巾 用毛巾用死 但是比如说pn 再来是n1 n2呢 这三个年龄层呢 都是需要帮他们冲涨 每一个小朋友你要 写助他们脱衣服啊 然后用肥皂冲身体啊 然后擦干啊 穿衣服 穿尿片 穿尿布啊 但是因为covid的关系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不冲凉 每个小朋友都是要换衣服 换尿片就好 这是我觉得 跟台湾比起来比较辛苦的地方 到中午吃饭前呢 我们要帮他们换衣服换尿片 这是第三个 我觉得在新加坡工作 比起台湾比较辛苦的地方 好 通真以上呢 三点 新加坡 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 要写教案跟文书量比较大 然后第二个就是 新加坡上学的时候呢 小朋友的年纪是偏小的 所以自你能力没有那么好 如果你再到pn 在台湾来说的 又幼班的班级化呢 他们的治理能力还不是那么好 所以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第三个就是新加坡的习惯呢 是睡觉前会需要冲凉跟换衣服 这是第三点 我觉得在新加坡工作 幼儿园工作比较辛苦的地方 以上分享 我在新加坡幼儿园跟台湾幼儿园工作 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 那我知道不管是在哪间幼儿园 在哪个国家呢 工作呢 一定有辛苦跟觉得比较优势的地方 这是纯属于我自己个人的分享经验 如果呢 你觉得有不同的想法 或者是有不同的经验呢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补充说明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或是对新加坡海外幼教师 或者是在新加坡生活呢 有兴趣的话呢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